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場議程 提醒各位會眾 我們每一場議程都有HuckMD筆記及G-slider連結 你可以從Youtube聊天室或者Gatherer的議程互動物件找到連結 請大家多多利用 接下來的主題是PEP634 Structure Pattern Matching 參上 你終究還是要用語言學來做NLP 由Peter Wolf主持 請大家跟我一起歡迎我們的講者 Hello 各位參加Python 財網 同地同地1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特語言科技的Peter Wolf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PEP634 Structure Pattern Matching 參上 你終究還是要用語言學來做NLP 既然叫Structure Pattern Matching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解決問題就是什麼是Structure 在稍後的這個內容中會跟大家分享到什麼是自然語言的結構 什麼是程式語言結構 以及他們之間的高度相似性 那第二個部分呢 則是既然有了結構 我們就可以解析 結構想要傳達的意義是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叫它Intent 就是意圖 在寫程式的時候呢 事實上也是希望透過你的程式碼 來轉達一個你在心裡面想好的意圖 然後變成電腦可以執行的一組邏輯 程式語言的意圖跟自然語言的意圖 其實在計算的方法上也是一模一樣的 那最後呢 我們有了Structure的背景知識 有了意圖的背景知識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看看說Structure Pattern Matching 它是怎麼運作的 我們也會拿來這個跟自然語言的一個NLU系統 來去做比較 來看看說 兩者之間的關係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而且幾乎整個運作的機制是一模一樣的 第一個 我們一旦可以掌握了結構之後 我們就可以以簡欲凡 這也是為什麼結構是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邊講到以簡欲凡 並不是前陣子講的那個 用簡體字來取代繁體字 就只要我用一份文件就好的問題 那以簡欲凡的意思呢 是說 我只要有一組很簡單的這個語法邏輯 它的運算順序 它的這個Pattern的話呢 我就可以來去處理 各式各樣不同寫法的程式碼 比方說大家看到這個地方這個表象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C程式 那有一個Main方法 它之後會return一個2 那這個2是一個整數型 所以情況還有一個Integer 電腦去了解知道說 你到底是什麼要幹嘛的話呢 事實上電腦它在內部必須要有一組 理解這個東西的結構 所以把它結構化之後的第一步呢 就是說我先把它做像做NLP一樣斷詞 把它每一個詞彙給切開來 那就知道第一個詞彙是INT INT告訴我說這整個後面的東西 最後return的那個值是什麼樣的一個type 然後在第二個位置呢 放的是說我叫什麼名字 所以這支Function叫做Man 然後如果有左刮我就要去找右刮 我們是乘雙乘雷出現的 如果有左邊的刀瓜糊 我也要找右邊刀瓜糊 是乘雙乘雷出現的 那return是我們的一個關鍵字 好 光是這樣還不夠 事實上這不是結構 這只是把它壓平的展開來而已 真正的結構其實是下面這一行 像這裡我們是用正規表示式來呈現的 這個integer然後man 然後中間的這個樣子 然後return到一個數字 這麼一來呢 今天我return2 3 4 5 或是各樣各樣的數字 我都可以被這樣的一個結構來去解釋 這就是說我有一個簡單的結構 就可以去不管換什麼數字 我都可以吃 那這邊是一個正規表示式 所以它事實上是可以運作的 像說我就把它一步存起來 放到這個rexpression的解釋的 這個網頁 然後呢 我再把這邊的程式碼 把它複製起來 貼到這邊來的話 就可以發現 的確 這樣子的一個pattern 這就可以來詮釋這個問題 所以這裡不管我寫的是2啊 20啊 它都一樣是抓得到 2021的話它已經抓得到 我們也可以透過一個簡單的結構 就來處理 你要return的東西 不管是整數型很好 或者是一個自算型也好 所以這個結構本身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那注意到前面這裡 我們本來只有一個integer的type 我們多了一個sgr的type 在後面我會看到 事實上在這個structure pattern matching的grammar裡面呢 它把它所有可能的type都列在一個地方 去一一告訴我們要檢查什麼東西 那麼一旦我們知道它這裡可以放什麼type的時候呢 我們程式就可以變得 可以寫得很複雜 也沒有關係 我們知道第一個位置放的就是type 第二個地方可以放你要尋找叫什麼名字的 各式各樣的這個名稱 那這裡呢可以放的是各式各樣的關鍵字 然後還有你的程式的一些變數內容 最後的話是你如果是integer的話 後面就是其他的各種數字 那這個地方雖然我們是用c語言來做示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邊附上的連結 它也有講到如果你是用這個python的話呢 其實做法也是一樣的 那token lines 之後呢 if 啊 做Wahoo 它是一個open的一個parancers 然後它要去找另外一個closed currencies 然後把它錯成一對 在這兩個中間的東西就是所謂的內容了 好 那左邊的這一排呢 左邊這一排東西就是我們上面流出來的 你做好的端詞 那下面這一排呢 我們講結構的地方呢 才是真正我們看到這邊被框起來的 keyword open parameter identify 然後再來是operator identify close parameter 然後再來是 keyword ok 右邊這排東西才是真正要呈現的是結構 那程式語言是如此 事實上自然語言也是一模一樣的 比方說我們可以看到這邊一個表象 我買了一把很炒的鍵盤 那絕大部分人你看啊 啊 段詞 段詞這個我會 很多段詞工具都有嘛 對不對 就直接把它變成了 我買了一把很炒的鍵盤 欸 這樣段詞就做完了嗎 可是我們剛剛說了 這裡沒有結構啊 絕大部分的段詞工具 只做到這個地方是不夠的 沒有辦法去做語意的計算 沒有辦法知道你的意圖是什麼東西 所以對我們來說呢 我們就使用了arika或是loki 來真正找到它的結構是什麼樣子 就是它的結構是長這樣子的 這意圖只是一個pronoun 然後再放一個動詞 再來有一個special marker 就是表示它是時態的標記 然後有一個classifier classifier是用來表示 就是名詞的分類 那這個很大是一個degrade head degrade head 表示說後面的 跟這個形容詞或是副詞 一定是有程度的那一種 然後再來一個function word 再來是一個名詞 藉由掌握這個結構呢 就不是上面這排字哦 我們掌握的是要這個結構 藉由這個結構呢 我們就可以去處理各式各樣不同的句子 像你可以在第一位置把那個pronoun換成 你我他爸爸媽媽哥哥姐姐這些東西 那動詞啊買啊賣啊看見聽見各式各樣的動作 然後呢這個吵的話呢可以有吵啊安靜啊親啊非力 只要是可以跟很compatible的事情都可以 那鍵盤當然可以換成各式各樣的名詞了 這麼一來的話呢只要有這一個結構 我們就可以去抓下面各式各樣的句子 都是被這個結構來描述的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以簡欲反 那我們既然有了結構之外呢 表示說我們可以來為程式語言寫 編譯器或是質疑器 靠什麼東西呢就是靠這裡面的這個結構 有這個結構之後呢我們就知道說 某些位置需要去跟某些東西去做license的檢查 比方說第一個位置你跟我說是一個integer的type 我就去檢查說那你最後要出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是integer type 那以自然語言來講的話呢 你出現了一個special marker的話 表示我前面應該有一個動作吧 那你出現一個一把這樣子的一個classifier的話 你表示說後面應該有跟它是compatible的名詞 那我剛剛也提到了 是說如果喊這個字出現的時候 後面一定會有一個跟它是compatible的一個形容詞 或是副詞 所以呢我們剛剛看到的是說 不管你在做的是自然語言 還是在做這個程式語言 你處理的流程是一樣的 你一樣都要先斷詞 然後找到它的結構是什麼東西 那再來是我們在這一頁想要分享的東西是 不管是程式語言還是自然語言 它的內部運作機制也是一樣的 你一旦有了結構之後呢 在這個結構之上運作的東西 也是一樣的你要去做這種licensing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在程式的內部是怎麼做的呢 以Python來說的話呢 它在內部有一個叫ASD.py的一支程式 那這個模組做的事情是讓每一個Python的程式 它可以去依照順序把你寫下來的程式碼的結構去跑一次 是不是他認識的 如果不認識的話 它就會race the error 就是synthes error 你寫出來的這個結構我不認識 所以應該不是Python可以去依照順序的程式 那before3.010以前的這個結構 大概就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下 OK 那這邊的話就是ASD 它是abstractsynthes trees 那裡面就是跟大家講說 我在各個不同的model裡面我是怎麼去處理 比如說我們就一個最簡單的if這個來看好了 如果我要去處理if的話呢 那我的結構就是第一個 我這邊有一個expression 然後要做一個expression的test 看它是不是真值 真的還是假的 然後呢 我們知道它是真的還是假的話呢 就可以做像這個statement的body OK 要不然的話我就做另外一個statement 那是or else的情況 好 那這麼一來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就是if的結構 那結構這個東西呢 不是只有自然語言有 或者是神是語言有 事實上數學從語言角度看的話 它也是一種語言 當然我知道很多這個數學專家 會覺得說不是啦 語言才是數學 那我認為這是一體兩面 從不同角度看而已 有人覺得語言是一種數學 有人覺得數學是一種語言 我們今天要討論是語言 所以我們就把數學的那種語言 來去解析它 今天如果有一個這樣子的expression 7等於1加2乘3 好 那你看完這個式子之後就知道說 其實這個數字 任意的話 你都知道你去計算它 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你曾經看過這一條式子 你曾經背過這個答案 原因是因為你一定知道說 這個式子這樣寫 事實上可以解析成這樣子的結構 而這個結構是理解的 這個結構怎麼理解呢 你就理解成這個地方有augment1 它就等於augment2加上augment3乘4 然後呢 它的結構就會長下面這個樣子 結構長下面這個樣子的話 你也知道說 這樣看起來的話 我們從下面這裡開始看 這個地方 3跟4你要先做乘法 乘法完了之後呢 這個數值 要跟augment2做加法 做完以後呢 你就可以把答案傳給augment1 那這麼一來我就可以知道 augment1的位置就是7 好 這是數學 那對程式語言也是一樣的 像我們這邊剛剛看過的 這個ifelse這樣的一個式子的話 如果有個x的話 那x是我們要去test的對象 我們就做b 如果說x不是true的話 那我們就去做c 那我們跟剛剛做的一樣 先把它做像段子一樣的處理 然後裡面的詞彙中抽出來的話 就知道說這個東西 事實上最後是要有一個a 就是告訴我到底要做什麼嘛 好 然後我們要測試的一樣是x 如果x是pass的話 就是它是true的話呢 那我們就做b 要不然的話我們就會去做c 所以最後這個a 就得到說我這個ifelse的block 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這答案就出來了 那計算的原理呢 計算的過程就是 因為我們有這個結構 所以我們可以去描述 我們計算的過程是什麼東西 再來看到自然語言是這個樣子 我買了一把很炒的鍵盤 然後我們就把 先做一下段詞 得到我買了一把很炒的鍵盤 然後呢就開始做下面的事情 不是 這做不到 為什麼 因為這裡沒有呈現結構 這裡沒有呈現結構 你只做到這個程度 是沒辦法做 語役的計算的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很多的 這個 那是那些方法 就是完全不管結構 那就企圖想要去 藉由一個一個的這個character 來去算出來語役 這我不敢說是 完全impossible 但是我覺得它是very difficult 那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們真正要去處理這個token的時候呢 我們要看到的結果是這樣的樣子 連結構一起標出來 連結構一起標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才是一個token 這個東西才是一個token 而我們真正要拿著下面這一串的結構 而不是上面一串字而已 好 那有這個東西以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把它的synthes把它分析一下 就像有個腦中有個aste的點牌一樣 它可以做出這樣的東西來 你會去檢查一下這個狠 跟這個草到底是不是compatible compatible的話呢 這門我們才能夠離開這個節點出去 很草的可以來描述鍵盤 那再來一把跟這個鍵盤 是不是又是compatible的呢 因為我要檢查的是你最後面那個n 所以一把跟鍵盤也是compatible OK 那我們可以找到這個nt的位置 再來這個東西買了需不需要一個售詞呢 如果買了需要一個售詞的話 那我跟你是compatible 我們可以走到這個vp的位置 如果我們就換一個動詞了 他睡了 他睡了後面就不用售詞 他睡了後面就不用售詞 所以你不用售詞的話 你這邊硬擺一個售詞 就會就變成另外一個意思 他睡了以防鍵盤 好奇怪的事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這樣 你這裡有個vp的 那跟我compatible呢 可以 我們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會變成一個sentence 這整個句子的意義 就可以從底層這樣 一定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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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 只要中間有地方不對的話 你就可以算出意義來 中間的每個地方都過的話 我就可以算出這個句子 到底是什麼意思 而且我靠的不是這個字 我靠的是這個結構 就是你這邊用這個 英文符號標示出來這個結構 我們靠這個結構 就可以算出來 所有跟這個我買了一把很小的鍵盤 一樣結構的任何句子 像爸爸買了一組很醜的耳機 或是姐姐買了一組很爛的耳機 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事實上都可以用同個結構 來去計算它的意義 所以數學是這麼計算的 程式語言是這麼計算的 自然語言也是這麼計算的 不管你在算什麼東西 只要你要做的是這種精細的語意的計算 那麼你的流程式上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要用結構呢 因為結構裡面隱含了大量的推論資訊 一旦你忽略了結構 就表示你這個模型 絕對沒有辦法去做推論的 所以推論也是現在做Machine Learning的一個硬商 就是你很難去告訴人家說 我這個Machine Learning出來的模型 是可以做推論的 那推論的話也會變成是 好像是某種高維的這種推論 而不是我們平常講的那種邏輯因果關係的推論 用句型辨識語意義 比方說我們用三個例子 我會用X去建立Y 我們透過X去驗證Y 我會利用X去實作Y 像三個這個句子的話呢 你都會發現說這個結構裡面 好像這個X就是某種工具或是技術 比方說我會使用Python來建立網站 我們透過OOS來驗證身份 或是我會利用Jungle來實作一個 這個網站 像這樣的東西 你都知道說這個X的位置 放的應該是某種工具或是某種技術 而這個Y的位置 就是Entert2的位置 你放的應該是某種成品吧 在自然語言裡面 只要你有結構 你就可以去做這種推論 同樣的 在程式語言裡面也是 所以你看到一個 For V in variable 1 或是If Lens variable 1 大於87的話 你就可以做推論 這不是你推論 然後是我們直譯器或是comparator 他就推論 推論什麼呢 就是這個Variable 一定是一個某種 Iterable的物件 而且他可以算長度 如果你今天在這個地方放的是一個 NoIterable的物件 或是他沒有長度的東西的話呢 他就給你把握握 所以你能這樣子放就表示說 我應該知道說他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去test他一下 看他可不可以 所以掌握了結構作為特徵 我們就可以來計算語言的語意 而現在許多Masher Learning的這個 Approach呢 也就是因為他沒有掌握結構作特徵 沒有掌握結構作特徵 所以他會loss掉很多的推論的資訊 那我們開始寫程式吧 寫程式的時候呢 是像我們大家看到的東西 就是我們心裡面有一段 就是自然語言的那個內容 可能你的PM 或是你的那個架構師跟你說 我要有一個叫Pillus1的一個函式 他把它導入函數整數 只加一拿回傳 他如果導入的值不是整數 就發起性別錯誤 所以你的腦子裡面呢 去理解了這個你的長官 或是你的PM告訴你 你的客戶要什麼東西以後 事實上你是靠著這個 自然語言的這個結構去理解 他在講什麼 你理解他在講什麼之後呢 你會把這個東西翻譯成程式語言 那程式語言自然也是依照這樣子的 這個結構的去計算 然後就把它變成一個機器碼 這麼一來呢 你收到自然語言的指示 跟你寫出來程式碼 兩邊就會是一圖一致的 我這邊寫出來這兩個 這兩堂子是延續上面使用的 這個示意圖 所以它不是真的是上面這個結構 那我們把這東西叫結構嘛對不對 事實上它是有一個比較專業一點的名字的 在這個PP634裡面 你只能看到說 它就直接叫它叫做grammar OK 這個full grammar就告訴他說 誒我這邊有個東西齁 我要去match the statement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位置會放一個 然後呢 這邊我要match的那個東西 然後呢接下來我會有一個下一行 然後再來indent 然後再來這邊是case的block 然後case block放什麼東西 case block就是放這個case裡面的pattern 就是我剛剛講的 誒結構又冒出來 然後到這個guard還可以放個if在那個地方 用if的一些像做filter的方式來去寫 然後這是一個case的block 所以這邊就告訴我說 我今天要寫structure pattern matching的時候 我的結構大概是幾萬次去跑的 好 那我們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了結構的知識 也有了什麼 透過結構去計算意圖的知識 我們先來看一下 程式碼長什麼樣子吧 好 那這邊是那個pion3.0的 structure pattern matching的一個示範程式 呃程式的內容可以在這個 我們github的這裡面找到 那除了這個structure pattern matching的示範程式之外呢 等一下我們也會看到另外一個是 自然圓的這個示範程式也同樣的在這個網址裡面 我們就可以去下載來問問看 那這structure pattern matching呢 我們剛剛講過了 你要去做某一個程式的這個設計的時候呢 你心裡面是先有一個意圖 而這個意圖是有個自然圓裡面可以描述出來的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做的這個自然圓描述長這個樣子 有個收銀員他在cancer 他可以接受這個現金的紙鈔 就是100元這樣子的一個自串 那他也可以接受這個客戶 客人呢用這個零錢支付 用零錢和銀幣去支付 支付的時候他就會把這個零錢攤開來 看看說這個總和是不是對的 那再來的話是這個刷卡支付 刷卡支付的話呢 我們有個credit card是一個物件 完全是物件导向的這種做法 好 那我們希望這個程式呢 可以依據這個三種不同的支付方式來去做回應 OK 這個是我們的setting 那開始寫扣的時候呢 我們就真的設計一個cash了 cash它會拿到一個input 它input還講說總共87元 你打算用什麼呢 那貨幣幾個來支付呢 然後呢這個人輸入的這個句子呢 就會被放在這個pay method裡面 那pay method它就是一個自串型 所以我們先檢查一看 他付的是信用卡嗎 那如果說他講是我要刷卡 或是刷卡支付啊 或是刷卡信用卡這些的話呢 這個pay method就會在這裡 變成一個credit card的物件 那credit card這個物件呢 是放在上面這個地方 那由於一開始它的定義的時候 它的這個余額 可以用刷卡余額只有50塊錢 所以明顯是不夠的嘛 所以在這裡呢 我就先讓這個這個物件說 Owner是Peter 就是我啦 我這張卡片 然後呢我就打給銀行跟他說 麻煩你我要再加個30塊錢 好 加個30塊錢的這個刷卡的 Allowance之後呢 那我就 我的grant就變80 80想必還是不夠的嘛 因為我們要事實上要付87 所以我們兩句看他不夠的話 就會講那個余額不足這一句 就冒出來了 那第二種呢 就是說我們要付的是這個 零錢的硬幣支付 那我給它的是一個list 這個list 因為我們在payment這邊收到的東西 絕對是一個自串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自串呢 把它一個切開來 然後把它用integer 轉型成一個list of integer之後呢 再放到這個payment裡面去 所以如果我們是用這個list of integer的方式 來去做回復的話 這個payment 這個pay method在這個地方 就變成是一個list 如果它既不是這個信用卡刷卡 也不是那個零錢支付的話呢 我們就把那個句子試試看說 它是不是一個完整的自串 就是一百元一個自串 好 那收到的這個錢呢 就丟給這個payment processor去處理 payment processor這支 這支方式能做什麼事情呢 他就來比對你的pay method 你到底有什麼方式付 開始比對了 比對有沒有 structure pattern matching matching就是比對 好 這個payment收到以後呢 我就來match一下這個payment 你是怎麼付的啊 如果這個payment呢 就是這個一百元 這樣的一個自串的話呢 我就直接做anno 漲力十三元 就漲力十三元 就結束了 那第二個呢 如果說我們今天這個pay method 它是像是一個list of integer的時候呢 它就在這裡不會對到 它會進到這個地方來就對 你的payment進來嘛 它應該長這個樣子 它如果長這個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收 我可以收 收到的話呢 我就會把它去做這個payment的 把它summer起來 然後告訴它說 我收你多少的零錢這樣子 好 就結束 那如果說 既不是這個一百元的支付 也不是一堆零錢支付 它直接拿出一張卡片來 對不對 很修的拿出一張卡片來 結果卡片這個pay method呢 就變成了信用卡的一個物件 傳給payment processor payment processor 收到了以後呢 我會跑跑跑跑 這個不算沒有對到 這個不算沒有對到 再到這裡了 case credit card 所以這個東西只有credit card 所以payment只有credit card payment只有credit card payment只有credit card 的情況之下呢 我在好文書 用信用卡去燒帶 然後去access 說payment的balance 是不是大於87塊 那原本余額是50嘛 然後我摘了30之後 只有80 所以呢這個小於87 它就會跑出這個 先生的余額不足喔 可以注意到這三行地方 這個case case case 在沒有這個structure pattern matching 的這個年代 我們講年代 這是現代的 現在 那現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做這件事情 就會去做很多的 這種instance的測試 我們去測試一下說 這個if payment 然後我就看一下 他是instance 然後str 然後這個payment 等於等於 什麼100元 我得做兩層的if else 我才能夠去跑 這個長度是三月 那這裡的話 也是要至少先跑 一個is instance is instance之後呢 因為我去到 它裡面的值都一樣嘛 所以我要去它的length 因為length 就跟我一樣長 我才能做這個地方 然後呢 最後還要三秒出來 OK 老爸你的確是一個list 沒有錯 可是裡面放了一個字串 哇那沒辦法 因為我要放的是 那個integer 才可以跑 那我要做很多很多 的這個檢查之後 才能夠做這件事情 所以從list的轉外看的話 你就 欸 它能省掉的這個功 就更多了 但是這個省掉的功 省到哪裡去的 就是省到 我們拿到 拿到了結構 我們一旦取得了 這一個expression的這個結構 這個statement的結構的話 事實上我們就可以去 把它做計算 就不用在這個 表層這裡中寫出來 背後就把它計算掉了 第三在credit card這裡也是 我們一旦知道 credit card的時候 我就直接accessing credit card裡面 有哪一些方法 或是有哪一些attribute就好了 那我甚至就不用去 去把你的那個 其他的type 的test 都寫在這個地方 好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是怎麼讓的 現在還沒有什麼 python 這個3.10 compatible 的IDE 所以我這邊用的是 Win IDE的 Personal版本 它現在已經可以用 python 3.10了 那這個程式嘛 就是長這個樣子 跟剛剛我們看到的內容 是一樣的 好 好 那我們就開始放了 指引下去的時候 他先問說 總共87元 打算用什麼樣的貨幣組回來 支付呢 我這邊就先打100元 100元下去的話 要找13元 這個找13元從哪裡來的 就是從這裡來的 100元你能找13元 那如果說我還想要有更多的 這個 可能性的話呢 試試看 我打這樣子100元 就不行嗎 因為他都認不到 對 都認不到都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再給他 多一個 除了那個100元之外 他也可以是 100元 多的OR 那這麼一來的話呢 這次程式他就可以 所以 我們是13元 所以這裡你可以把所有可能性 都列出來 他就是一個一個的這個 Structure pattern 我們不能只講pattent 因為只講pattent 比較像是expression pattern 它是一個一個的Structure pattern 下去比 你就是講這個樣子 如果講這個樣子的話呢 我就來回他這個內容 好 那乍看之下 很像是那種keyword button 但是 這只是一個極為簡化的版本 你如果只是拿來做keyword button 的話就是太浪費 這個Structure pattern 的power OK 所以總共87元 打算用什麼樣的貨幣組合來支付呢 我們來試試看 用list方式哪去run OK 用list方式的話 我就拿一個50塊錢的硬幣 然後因為87嘛 我就10塊10塊10塊 這樣就80了 然後再一個5塊 再兩個1塊 這麼一來我就87塊 87塊的時候 他就可以收到我零錢總共87塊 這個87塊呢 就是這個payment這方進來的 所以他去對這個地方 你type就跟我不一樣了 所以我就不去對你 其他內容了 那對於type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再看看 我們的內容是不是 長度也是一樣的 然後內容裡面的這個type 是不是也是跟你一樣的 一路對下去都一樣 值也都一樣的話 我就可以說 把這個東西放到這裡面 只要值不一樣的話 這個就不是這樣子了 我們可以再試試看 如果說我今天做了一個不同的值 比方說我是50 然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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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5 然後2塊錢好了 OK 他就對不到這個list 這對不到這對不到就跑這裡去了 我在這裡是沒有寫Wile card 這裡是沒有寫Wile card 在這裡是沒有寫Wile card 他跑到最後這邊去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想試試看信用卡囉 OK 試試看信用卡 所以呢我們再run一次 這一次的信用卡呢 我就會直接跟他說 我要用信用卡付 OK 然後因為信用卡 我發出地方的時候呢 這個 雖然Omer是Peter 但是我的這個 我只有80塊錢 不夠的 所以80塊不夠的情況之下 進到這裡來 他就發現 小於87 就跑這裡方先生的預約不足喔 好 然後把這個30 改成50好了 這本來我就有100塊了 好 100塊的話呢 這次我試試看 我不用信用卡 我付的是刷卡 OK 他就可以使用信用卡 曹代 然後就是信用就過了 或是說 比較現代的話應該是感應在這裡 就不是簽名 相信信用卡感應在這裡 或是就過了 因為我在這個地方加了50塊錢 所以他就可以 access到的是這一個 這個object 然後把它的內容 統統統統統過之後 直接去問說 那我這個object 你的balance 現在是多少 那50加50說100 100大於87 所以他就直接叫我簽名了 簽什麼呢 就直接簽這個object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出這樣子簡單的 就是這樣 小小的幾行 事實上背後就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好 那做了很多的這個Structure的這個比對 然後做了Type的比對 那這個就是Structure Type的用法 那剛剛還有講到一個 Wild Card 稍微秀一下 它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Wild Card 就是直接寫這個樣子 就是如果以上都對不到的話 就怎麼做 OK 但是 Wild Card還有一個限制 Wild Card的限制就是說 它不能放在這個 Object後面 所以你要放Object的話 你就不能 Wild Card 如果你要放 Wild Card的話 就不能 Wild Card 所以我這邊就把這一段先給 阻解掉 好 嗯 怎麼一來的話呢 我不要去輸入100元 我不要去輸入這個銀行 我就直接跟他說 刷卡 OK 刷卡的話它一樣 因為這個都對不到嘛 所以它就當作是一張 預設的這種 支付方式 不是刷卡這一種 就對不到 相對的如果說 把 嗯 我把 Wild Card 我把 Wild Card 放在這個後面的話 就是放在 Option 後面的話 就是放在 Option 後面的話 是對不到東西的 OK 它會出 Arrow 所以 甚至都不到 Create 所以已經先死掉了 那我在這個地方 我就 直接打 我是 Wild Card 就直接報錯了 就是說 你 Wild Card 不能放在 Option 後面 這個是因為它在檢查的時候 有一些 記憶體操作上的限制 嗯 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說 我們在做這個 Structure Pattern Mashing 的時候 它在背後做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剛剛看過程式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也做了一些測試的實驗 然後它背後做的事情 就是先檢查 然後你那個 Type 是不是跟我是一致的 然後這個 Type 是不是有些 Method 可以用 那你有沒有用到它 再來是 那個 Element 的長度 是不是跟我是一致的 如果你的長度跟我不一樣的話 Type 一樣 然後 Type Method 也是對的 因為我們有那個 Type 一樣的嘛 Element 長度不一樣的話 那你就 pass 過去了 那長度對了 如果說裡面 Element 的一個長度 那 Type 不一樣的話 那你就 pass 過去了 OK 它會這樣 一路這樣走下去 所以 雖然只看到這短短的一句話 它背後其實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這就有點像什麼呢 自然語言 人講話的時候也是 其實你只是少少來講一個 100元啊 刷卡 信用卡 或者一個50元硬幣 三個10元硬幣 一個5元硬幣 一個5元硬幣 還有兩個1元硬幣 你只是表面上這樣講而已 為什麼對方就知道說 你要用什麼方式支付呢 或是你支付的方式 是不是足額的呢 原因是因為人的腦袋裡面 我們是做了很多很多的Type Checking 還有Structure 的運算 好 那我在這邊呢 會利用 這個Loki 這個NLU 系統 來去計算一次給大家看 好 NLU 這個Loki 這個Loki NLU 系統的操作呢 在這裡有連結 為了有 避免有打廣告的協議 我就給各位去看了 我就只是來做一個比較 看看說這兩位差在哪裡 為了比較呢 我左邊這裡把它說出來 這個是我們的3.10的StructurePenum Batching的段落 那右邊這裡呢 這是我們直接用這個自然語言來處理的段落 它處理的段落就是說 先看看我輸入的這個句子啊 它的Type 是不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它的Type 是不是一個 這個100元這樣子的一個Type 或者是說我輸入的這個句子 Otherance呢 它Type 是不是長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Type 這個Type 或者是這個Type 那四個東西的Type 是不太一樣的 你只看表層結構的話 會覺得說它都是一樣嘛 對不對 都是 都是符號嘛 對不對 就是為什麼我們剛剛講說 Machine Learning沒有去抓Structure 來做這個Running的一個Teacher 是非常可惜的 但這個來說也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它其實就只是操作符號而已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背後事實上做了什麼事情 那其實我們的這個Locky的這個MU系統 以後呢 就可以 因為現在是吃我的帳號 所以就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Python TW 2021 那這個專案金要也寫在我們的Source code裡面 所以你下載的時候就可以直接RUN出來 那這個Cashier這個地方呢 這是直接呈現在這個地方 Cashier 這是我們要去破它的那個功能 它裡面呢 我幫它告訴它說 有四個句子 有這四個Otherance 那四個Otherance呢 它馬上就開始去在背後 去Learn它的Structure是什麼東西 所以如果你給它一個100元的話 Learn Automatic Structure實際上是一個 表示Currency的結構 可以表示多少多少錢的這個結構 不是普通的一個數字而已 如果刷卡的話 刷卡是一個動作 它是一個動詞的結構 所以它是紅色的 那如果說是信用卡的話呢 信用卡是藍色的 表示它是一個名詞出現的一個結構 信用卡是一個名詞 刷卡是一個動詞 這個結構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你剛剛看到那個句法書上 動詞跟名詞的位置是不太一樣的 再來這個一個五十元硬幣 三個十元硬幣 一個五元硬幣 和兩個一元硬幣 這個結構長這個樣子 Classifier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就是一匹馬 一匹馬 或是一頭牛 一樣汽車的那個 一輛一頭一匹 所以這是一個 Classifier 然後一個Currency 五十元然後硬幣 再一個Classifier 然後再Currency 再硬幣 Classifier 然後這個Currency 然後硬幣 漢 這漢是怎麼哪裡 漢在這裡 有Conjunct在這裡 OK 在這裡 那後面還有再來一個兩個語言幣 有了自然語言之後呢 我們這邊定義好了 下面可以移成一個模型 然後呢就可以回到 這後面這一層 去直接下載這個Python的程式 OK 它載下來是一個zip檔 zip檔 那我就直接把那個zip檔打開 就放到這裡面來了 OK 這裡面的內容就是我今天做好調整 那打開以後呢 我等一下就寫說 我要問他這個句子 總共87元 你早上用什麼樣的貨幣組合來支付呢 就像我們在這個3.10 你看到一樣 總共87元 你早上用什麼樣的貨幣組合來支付 好 那弄下去的時候呢 他馬上就寫到什麼樣的貨幣組合來支付 那我們來試試看剛才一模一樣的100元 OK 他對到100元的話呢 他就是這個Python是一樣的 這個Structure的這個Python是一樣的 所以他就拿去剪 剪一剪之後找到這個13元 就把符合這個Python 符合這個Python 他就說找你多少錢 那這個多少錢就是他拿到的錢去剪掉87 既然這樣寫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試試看 在自然語言的情況之下 我們剛剛才多做一件事嗎 我告訴大家有其他不同的這個Structure 那自然語言實際上是更靈活的 更靈活 所以我不需要在這邊寫 說有另外一種Python的存在 我只要跟他說 100元 100元也是代表是一個Currency的一個Structure 所以他也是對到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再試試看不同的數字 我們可以再試試看不同的數字 我們說107元 好了 107元你一樣是在表示的是一個Currency 這樣子的一個Idea 這樣子的一個意圖 所以呢他一樣把107元當作是一個 那個金錢的量來去算 然後就把它剪掉了這個87 然後得到了就是20 所以找你20元就可以算出來了 好 這兩個東西就是非常的像 真的非常的像 因為他背後處理的機制是一模的一樣 一模一樣 是去比這一下說你這個Structure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再試試看這個吧 一個50元硬幣 一個10元硬幣 一個5元硬幣 一個5元硬幣 兩個1元硬幣 這樣子的一個句子 我今天刻意 我刻意一下說 我不要跟他的這個數量是一樣的 我們試試看 就有不同的這個數量 他是不是自己可以算 今天是一個50元硬幣 對不對 那我就給他兩個50元硬幣 然後一個10元硬幣 然後這個三個5元硬幣 和7個好了 7個1元硬幣 OK 所以他發現說數字都不一樣了 但是沒有關係 我今天最想給他的這樣的一個句子 兩個50元什麼什麼硬幣的話 他一樣是發現說這個句子的結構 記得嗎 我們一開始講的結構 實際上就跟這個一個50元硬幣的這個 句子結構是一樣的 句子結構一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去把裡面的這些參數抓出來 他就知道說總共是132元 然後就把這個東西去做出來 所以兩個50元是100嘛 然後再來有10嘛 然後這裡有15 所以就125 125 像這裡有7元 132 對 OK 然後他就把132 再去減掉 87 OK 這就要說我要找到多少錢了 好 你會發現說自然語言甚至還比這個 自然語言甚至還比這個 再更靈活一點點 我們這裡還可以再做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要做這個信用卡的測試 所以今天呢 如果說他一樣問我說要用什麼方式來支付的時候 我就直接回到他說這個 信用卡的話呢 當然他就直接是叫我去簽名囉 信用卡這個地方就是叫我簽名 我們說這個Balance是在哪裡 我一樣把這個東西寫在這裡 OK 我們這邊有一個Credit Card的一個Object 然後它的Balance是87 就是足額的 好 就寫這個地方了 就不再去讓 像這邊還要再去扣認說 我要再增加我的額度 好 那其實這個地方呢 如果以Loki來講的話 你可以再寫成一個API啊 你直接去跟後台 串這些其他東西都沒關係 總而言之 你就是要去串這個東西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Structural Pattern Matching 它的設計本來不是在做自然語言的 但是它的整個設計的這個方法論上 就跟我們在做自然語言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都知道嗎 The Zen Python 裡面有講到 Readability Counts 那講到Readability的時候 有什麼東西比自然語言更好讀呢 大家都不喜歡讀程式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才會一直想要去重造文字 因為總覺得說自己寫的輪子比較漂亮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去讀別的輪子就覺得很麻煩 Python 已經是一個特意在這個可讀性上 下了很多功夫的一個程式語言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它用了一個就是 我們在自然語言處理上 就是語言學的處理這個語意上面 已經行之有一個方法 其實是一點也不奇怪 一點也不奇怪 那特別注意到的是說看這個地方的case 就是要說如果case有這樣 這麼多不同的type的話 這個case和C裡面的case 和Jarren的case 完全不是同一種case 也不是同一種case 所以呢 既然我們要這個Readability Counts的時候 就沒有比自然語言更好讀的東西 既然我們要讓這個程式 讀起來像自然語言的話 那其實它背後的運作方式 也是自然語言的運作方式 我覺得這一點也不奇怪 好 所以來下個小節吧 這個Structure Pattern Matching呢 這個結構形態比對 它其實用的是語言學裡面 用來計算語意已經行之有年的方法 而且我講這個行之有年 大概已經有行之五十幾年了 至少 至少五十幾年來 這個語言學都是用這種方式 來去計算語意的 所以自然語言的語意 本來就已經有一套formalized 的一個finance set方式來去做計算 不需要一定要什麼都是大數據 其實很少的數據 你看我們剛才就有四個句子 它就可以做計算 那四個句子就已經可以去 去elaborate說不同的數值 100元120元 你要數字還是用的果子 我都可以吃 反正它的結構是一樣的 結構是一樣的 所以人的腦子裡面 儲存的結構是有限的 好 那SBM特別是用來處理這個 有多種形態的資料 SBM就是我剛剛講的 Structural Pattern Matching 那這種多種形態的資料 像自然語言 或者是這個物件導向程式語言 都是用多種形態的資料 所以我們今天在Python 沒看到這個東西 不意外 不意外 那自然語沒看到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都已經從小用到大了 那這個SBM 如果你要來處理自然語言的話呢 我會強力的建議你試試看Loki 因為如果你要去寫那個 Structural Pattern Matching 來寫自然語言的話 你最後搞得很像是一個 Keyword Bot OK 那感覺笨笨 而且寫起來也蠻不好維護 你又把這個Structural Pattern Matching 的長項給它弱化掉了 第二個呢 是如果說你要是來處理一些 程式語言的功能 比方說 網頁的Return 它是有多種不同的Message 然後你可以馬上就是用Object來使用 OK 我就去比對這個Object的State 來去知道說不同的Status 要去怎麼處理 我就不用寫一堆的If-Else 又或者是在這個多型的環境之下 我可能會串接了很多舊的程式碼 那舊的程式碼 它們各自的API又不是很一致 那這時候我可以就算算看說 你到底是像哪一種Case 因為不同版本的API的話 可能就是哪個Case都不一樣 因為可能有一些是有某一個Key 有些是沒有那個Key 好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這種方式來區分說 我後面一樣給你是新的還是舊的 可以做一個API的團結的點 最重要的是呢 今天的分享其實要講的是 語役可以由結構來推演得知 而我講的語役不是只有自然語言的語役 程式語言的語役 事實上也是可以從結構來推演而知的 一直以來都是這麼運作 所以不論是程式碼的意圖 還是自然語言的意圖 都是這樣子在計算的 所以結構事實上可以作為一個NLP 或是NLU的模型特徵 事實上我們可以拿這個結構來做一個模型特徵 就是一直以來 我們都沒有看到哪一個Machine Learning 真的是拿對的結構來去做模型特徵 頂多有一些MAMIC 有一些模仿 系統想用Attention 想用這個前後的這種Distance 然後來去做這個模型特徵 那這是非常困難的 這是非常困難的 我不會說完全不可能 但是這是非常困難的 而且你需要很大量的資料 但是我們剛剛用舌頭這樣就可以做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程式語言是可以計算的 你沒有理由說 自然語言是不能計算的 They are all the same 好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可以很快的在這個疫情受到控制的情況下 明年跟各位在實體見面 OK 拜拜 好 感謝Pita為我們做這麼精彩的演講 那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那Pita這邊有一個觀眾詢問說 要在哪裡可以適用你們的服務 以及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價格要怎麼計算呢 OK 就這個問題嗎 對 對 首先我先避免一下 待會我們在做工商服務打廣告的嫌疑 你可以直接到我在今天的talk裡面 我們公司的網站裡面有說明 然後 這是第一點 那邊都有講說怎麼使用 然後價格方案都在場面 那如果說你只是要測試的話 其實都可以來寫個信 我們可以討論一個量 給你去try看看 沒有關係 大概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要臨時要找人的話 我們已經大概手上有30幾個 券出來的這些intern 現在都散布在世界各地 然後他們都會使用這套系統的 所以人力也沒問題 系統也沒問題 然後資料需求上 資料需求上又很少 那應該是可以work的一個技術了 那如果觀眾他們想要用的話 是會需要本機上面要有很大的運算的 運體設備嗎 還是說直接串你們的API來算就好了 串了API來算就可以了 OK了解 好的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這場議程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參與 按照文書 按照文書 感谢观看